各位好 这个是两个房子在一起的房子 它叫做Dupid 那我们今天是来 用那个高压水柱 清理表面 让它感觉漂亮一点 这是已经完成的 然后现在只剩下最后 有一个人就是Bob 他在做高压水柱 那不只做这高压水柱 你有没有看到上面角落那边 那叫Gutter 就是水从屋顶流下来 会经过那个Dumb Spot 一直下来 然后再到它的一个水槽里面 厂长会堵塞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还有清理 那个 Roof 就是屋顶 屋顶呢 它这个叫做Single Roof 那上面呢 它会长青苔 所以说我们就会撒一些白色的粉末在那边 有没有看到 可能看不到 就上面撒一些白色的一些化学药瓶 在上面 那这就是工作 出租房子的工作 现在只剩下最后 最后这一面 这房子可能有两千八百平方尺 它有楼上楼下 你走到后面来 你看这是后院 然后这个房客呢 他就种那个温室花斗 就租给墨西哥人 这里的房子都是盖两间在一起的 这样地比较省地 然后这边是一个共有的空地 希望你们看得到 旁边高大的树 这是后院 所以我们清也清一半而已 那上面也有rout 就是水流下来 然后再从这个dunk spot这样子下来 然后就是接在一起 跟前面接在一起 然后到水槽里面 那这是最后工作 那个楼梯呢 是32尺 有些人不敢爬高的话 就觉得很危险 工人啊 台湾说工人 工人阶级就是这样 可是这边的工人配 那个户很高啊 这个房子可能住了八九个人嘛 可能房租一千八 也不是小树木 可是房东也要做很多事情 好啦 今天就介绍这里 这叫做清理gater 还有保护清理那个屋顶 还有清理塞顶 叫做 叫做墙壁 外墙 你看隔壁 它没清理 来照一下看能不能看得到 有清跟没清就差很多 哇 可能也看不太清楚 这里窗户底下就比较脏了 都有长青苔 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等一下还要带到 另外一个城市去 OK 拜拜 我 还要带到这里了 还要带到这里了 那帐篇 我们下车的